通理预言家帕克是2月9号的最新预言 描述了欧洲的混乱 预言了俄乌战争出人意料的结局 预言了欧盟即将解体的宿命 帕克说2022、2023是人类面临实质性困难的最后两年 上期的节目中 帕克预言中国在一波一波抗争与镇压交准之后 政局的巨变 黎明前的黑暗尽头最终结局美好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解读 他关于统一中央政府领导下的各省自治的预言呢 是分裂割据 还是包容统一的中华联邦式的政体即将确立呢 他认为中国将迎来永久的和平时期 那是否就是各类预言所共同指向的黄金时代东方的崛起呢 大家好 我是奇闻 今天咱们还是长话短说 首先跟大家分享帕克在12月9号最新预言的部分内容 帕克在他的最新的通灵预言中说 乌克兰将会在2023年得回他们的领土 甚至也会收复科罗米亚 但是帕克看到乌克兰沉重的代价 他看到核电站发生火灾 虽然不会像切诺贝利核电站那样完全毁坏 但也足够让人担心 而俄罗斯在战争之后会偏离欧洲 把他的对外的目光转向了东方 帕克看到随着俄乌战争带来的创统 经济的大幅衰退 又以极端主义思想在波兰 法国 意大利崛起 民族主义思潮也在法国 德国 甚至是瑞典大量涌起 各国的民族身份认同感与日俱增 更加重看重本国的利益 而这恰恰与欧盟的总体价值观相背离 给欧盟造成很深的裂痕 也许会最终导致欧盟的解体 在此前的议言中 帕克曾经说 欧盟不会长久团结在一起 在未来会逐渐分裂 但应该是在2023年之后 帕克认为丹麦可能会公投脱离欧盟 时间就在2023年 那2023年还可能会呼吁英国重新加入欧盟 但结局未果 帕克说欧盟各种形式的对外制裁 对于其本身的团结来说 没有起到促进的作用 未来欧盟的前景堪忧 尤其是在这个金融方面 其实我们翻开欧洲的这个地图 我们会发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就是欧洲的小国林立 有的国家小到需要拿这个放大镜 去角落里找才能看到 一个小小的欧洲竟然就有40多个国家 如果是放到中世纪的话 可能会更多 而且历史上欧洲好像是没怎么统一过 这不免与大一统的中国形象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那除此之外 帕克还看到2023年的欧洲 还有以下的事件要发生 帕克说我们很少看到关于瑞典的负面新闻 瑞典给人的印象 就是容忍度和稳定度都是极高的国家 但是2023年瑞典将会发生数据不同的寻常事情 可能会发生枪击事件 攻击政府事件 针对这个移民的抗疫事件等等 导致社会的动荡 2023年的阿尔典将饱受打击 很多大型的公司经济体将会从阿尔兰撤离 同时严厉的房市危机 还有席建全球的粮食危机 也都会对阿尔兰造成影响 我们常说霸团取暖 那阿尔兰和英国的关系 也许会变得更加紧密 而且帕克预感 在未来阿尔兰和英国可能会合并为一体 原本来自于希腊 但目前藏于大英博物馆的埃尔金石雕 最终会回到希腊 2023年的上半年 部分的石雕也许会以出界的名义回到希腊 并在那里得到维护和修复 正因为如此 希腊和英国的亲密关系将会更进一大步 但希腊和土耳其可能又会产生新的矛盾 在法国 通货膨胀 经济下滑 能源和粮食危机 造成各种社会动荡不断涌现 种种的危机 社会游行抗议 民族主义思潮等等 法国的总统马克龙可能会因此患病 而与此同时 更多的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资本贿赂与腐败将会被揭发 大部分主要都是在德国 尤其是德国的金融行业 大型的金融腐败丑闻将会曝光 还有这个毒品的丑闻 一方面整个欧洲都在为禁毒而努力 那另一方面 大麻合法化的运动也同时会在欧洲展开 意大利会卷入毒品的丑闻 梵蒂冈的牧师和银行也会牵扯其中 而且可能会涉及到洗钱 帕克看到2023年会发生更多的暴力事件 像是这个公路的桥梁被毁坏 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地区会发生类似于恐怖袭击的事件 人民涌上巴塞罗那的街头进行抗议 而且是在假日的高峰期间 巴塞罗那将会全城戒严 另外就是在地中海上的一艘客船将会发生事故 帕克看到 尽管人们在努力开发和应用绿色能源 但在临时的能源短缺解决方案中 煤电额的应用量仍然在不同的攀升 尤其是在德国和法国 尽管法国有核电站 但仍然会面临巨大的能源短缺 2023年的南部地区会有极端的天气 像是法国 意大利 南部会遇到极端的干旱天气 2023年将有一个考古的新发现 那个似乎是一个更久远的从没有听说过的文明 但是帕克认为似乎和古印度有关联 地点可能就是位于土耳其和希腊接壤的地区 又或者是在这个黑海的地区 2023年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可能会发生故障并关闭 欧洲采用这个创新的技术 研发创造出了类似于蒙马像一类的生物 就像是侏罗纪公园里上演的那样 虽然这种生物没有成活 但是在应用古代的DNA的重构生物上 以及在细胞学方面都有了重大的突破 预言中世界是一片混乱 帕克说这是黎明前的至暗时刻 而中国也同样如此 整整的三年的时间 中国没有能够将病毒清零 却完成了经济的清零 那在上期的节目中 我曾经与朋友们分享了 帕克在2022年12月初的预言 他曾经强烈的预言 中国大病狗的如期而至 以至黑暗尽头美好的最终结局 那么我们该怎样来理解这个结局呢 帕克暗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将在未来的中国重启 帕克说正是他的妻子引发了他预测的这一切 帕克的妻子热忱地寻求资金 并把这些资金全部用于帮助建造孙中山的雕像 用于宣传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的教义 这教义在台湾得延续并仍然受到极大的尊重 帕克说我感受到了他的这个教导 会鼓励后人前行 而且这真的会发生在中国 中国会有更好的时光 他的民族主义的教义 人民的民主和福利将重新还化活力 另外帕克在谈到未来中国各省自治 统一中央政府就像欧洲的欧盟组织 人员自由的流动 自由的工作生活 但又是欧盟所无法比拟的 那想起在这里就不多多赘述 大家可以回顾我们的上一期的节目 那在这一期的影片中 我们想进一步探讨的是 帕克似乎预言了三民主义的精神回归 那如果帕克的预言是真的话 那么是不是也就意味着 中共所有的武统台湾的努力 终将是痴梦一场呢 就像是俄罗斯曾经以为 三个月内可以完全占领乌克兰 到头来却适得其反一样 当然还有很多人认为 那也许又只是一个象征吧 象征共产主义的彻底离场 人类普世价值在中国的全面回归呢 帕克曾经预言台海会发生海上的冲突 中国主动挑戏 但不是全面的侵略 冲突导致对中国的海上禁运 那从帕克的预言中 人们可能就会感觉到 台湾之战的威胁最终将会过去 不会真实的发生 台湾貌似很小 中国貌似强大 但是历史表现的恰恰相反 小啊能克大 像是少数民族的金国 带给大宋王朝的是亡国之恨 区区数万的清军长驱直入 灭亡了大明王朝 武昌城里的一小群士兵的枪声 却能敲响大清王朝的丧钟 而今天小小的乌克兰克制着貌似强大的俄罗斯 却诠释着一个道理 得道多助 世道寡助 是天理 那同时呢 这预言又印证着一个古老的历史规律 分九必合 合九必分的轮回 大家有时候能详三怪演义开篇就说 话说天下大事分九必合 合九必分 周末七国纷争并入于秦 那中国历史至少经历了三次 从大分裂走向大统一的历程 那第一次是从春秋战国走向秦汉大统一 第二次是从魏晋南北朝走向 随堂盛世 那第三次则是从唐末五代十国走向 元明清的统一 那今天咱们限于这个影片的时间有限 我们只能从第一次 就是从大分裂走向大统一的历程来说起 这个要从遥远的周朝说起 商朝灭亡之后 周朝建立 国运延续了八百年 分为西周与东周两个时期 那周朝的西周时期是从公元前的 100年周五王灭掉商周王 定都浩金开始长达三百年 是中华门迷少有的群盛时期之一了 也是周边的少数民族 大量融入周朝的统一时代 那公元前的七百七十年左右 周朝的周平王向东迁都了洛邑 此后的周朝统治岁月被称为东周时期 也称春秋藏国时期 那这个时期啊 周天子名为天下公主 却失去了天下公主的威权 无实际的控制能力 前三百年被称为春秋时代 诸侯群雄纷争 相继称霸 后两百多年呢 各国混战不休 被称为战国时代 直到公元前的238年 东周的战国末期 诸侯国秦国 秦王嬴政开始清政 远交进攻 逐个击破 用了十年的时间啊 先后消灭了六国 结束了500多年的诸侯歌剧 建立了大一统的秦朝 那么从统一到分裂 再到统一 历史就是如此的循环往复 但是啊 又不是单纯的分久必和合久必分 而是统一体逐步开拓 稳步扩大的过程 那过程中啊 越来越多的族群 融合进了华夏的这个大家庭里 那帕克通灵所看到的 我想也许是 未来中国民族和解 民主到来 民众的福祉被纵使的美好时代 中央政府的存在 意味着大一统 各省份的自治 确实是在中共政权下 无法想象的 那将是拥有朴实价值的 高度包容的中华联邦 是各类预言中的 新天新地新人类的黄金时期 那帕克还说 那是现在的欧盟啊 所无法比拟的 我想也许是这样吧 大家认为如何呢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儿哈 如果朋友们对 奇闻的话题感兴趣 就请点赞留言订阅 同时啊 开启下方的小铃铛啊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节目的更新 天马行空 天上地下 接谈像说 感谢朋友的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